以前找不到博旋 总觉得还有希望 他是没有危险的 现在找到了 他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没想到 救他的方法会牵涉这么多 静慕 可我不愿 让你和凤冉为难 也不愿让青池公 成为众矢之地 但我真的 很想帮帮博旋 后迟 可以跟我谈谈博旋吗 他从前对你如何 他对我很好 最后一次见他 还是他要离开青池公 出去杜劫 这里好美啊 我好喜欢 只要你喜欢 日后有空 我就带你来看 一万年 你我约定 一万年后我便回来 无论到时候你在哪儿 我都会找到你 我都会找到你 薄玄秀不好神识之后 自然会醒过来 可等他醒过来 你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一次任性 这是我父神的封神符 上面有他的上身实力 你解不开的 一天之后便会失效 浩植 你不能一个人去 若你有危险我怎么办 快帮我解开 待我取回三宝 便立刻回青植宫 此番是我不退 都保重 保持 不过 我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